尊老爱佑 是中华民族的感觉 517全称是517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日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节日呢 实际上在1990年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把同性恋从精神病这个分类里面给罗除了 所以为了纪念这样一个在LGBT社群里面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的发生 我们就产生了这样一个517国际不再恐同恐话日 我知道同性恋这个群体一直都是受到偏见和歧视的 至少我有责任和义务以一种行动和介入的方式来为这个群体做些事情 我也是带着一种实验和游戏的态度 想看看在公务场所一些成为同性恋者的女孩当众接吻 又突然倒下装死 乐人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 啊 好丢业家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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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找的了 哈哈哈 这个人很有意思啊 我为什么插衣人太恐怖了啊 太恐怖了 为什么 你们全身搞得那么恐怖啊 快打120 给我打120 各位乘客 孙老爱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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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样别需要高人的 是中华民族的船后被隔 红纪列 红纪列是新闻 是换成车站 换成地铁2号线的乘客 请按站立 在中国大部分的朋友 由于他内心的那种偏见 他会做出一些 对LGBT社群的朋友 歧视的一些行为 或者说出一些 伤害LGBT社群的话语 我们很难听到说 有那样的案例 同志朋友因为那种仇恨犯对 而被杀害 但是在这场生活里面 仍然是有许多同志朋友 会遭受到周围人的一些 不理解的乌光 或者是一些 侮辱性的 歧视性的话语 同性恋群体内部 是存在差异的 不仅有阶级阶层的差异 也有性别的差异 但是当人们谈到 同性恋的时候 可能很大程度上 都会不自觉地 先想到男同性恋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 能利用这个机会 让女童的形象 得到特别的彰显 希望人们能够 借此去更多的关注 在现实层面上 女童性恋的经验 以及她们在一种 恐同的社会文化力量下 所可能遭受到的歧视 暴力对待 甚至是死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